今天的焦点直辑带您关心 继盲人律师陈光诚之后 又一位中国维权人士成功赴美避难 美国国务院今天证实 维权作家卢海涛夫妇 去年已经由台湾前往华盛顿居住 而这也是中共领导层18大换届以来 涉及美中和美台关系的第一起政治庇护案 他是卢海涛北京维权作家 去年11月来台两周 后来在美国国务院帮助下抵达美国 目前在华盛顿居住 他也是既盲人律师陈光诚之后 又一位成功赴美避难的中国维权人士 美国国务院已经证实 卢海涛夫妇仍在华盛顿 但这宗庇护案美台之间如何运作 包括台湾陆委会都不愿对外透露细节 对此台湾智库学者分析 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运作的时候也就是中共18大的时候 卢海涛这个事情来看 是看得到的确在美台之间 在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上面 也比较积极了 在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面 他们立场还是共同的 37岁的卢海涛 曾在2011年12月 在林一市人民广场拉横幅声援陈光诚 并且参与季限火灾 和北京雨灾的公民调查 太太疑似因为被传唤而流产 卢海涛在中共18大期间成功赴美 消息又在两会期间曝光 敏感时机 加上牵涉美中台关系 格外引发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慧摩承真台湾台北报道